中菜人 靖永泉 今天要教大家煮家鄉金菜雞 你現在跟著我去買菜吧 我自己喜歡用龍方雞 因為尺寸比較大 還有肉質、硬度比較適合 今天我會選甜梅菜 因為方便大家去烹調的時候 不需要處理得太久 通常選梅菜就選狂 多於熱 因為狂的味道就會好過熱的味道 口感各方面 雞排 真的不是掉了雞排 在這裡 謝謝 梅菜拿回來後 還有醃了一些鹽和糖 裡面其實很多沙 我們回來後 什麼都沒有說 先浸泡水 家鄉金菜雞最重要是梅菜膽 為何以梅菜膽就是汁水 怎樣屈雞 用了梅菜頭 加上蠔油、片糖、鹽和山抽 做了一個滷水膽的狀態 然後用來屈雞 而有鹹味和甜味 我們視乎個人的口味去調節 我們切了中間的梅菜心 然後白鑊煸香 煸香的時候去除了水果味 之後就加了一些融化的片糖 加一點生抽和玫瑰露 再炒 炒香的時候再蒸兩個小時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所以建議大家做多一點在家裡 有空用來蒸滑魚、蒸肉餅 都可以用得到 這個屈雞 我們最重要是 首先要放了竹底打 在鍋底下 防止它辣底 第二 屈雞的時候 水分我們要控制得很重要 最好去到一半 然後大概屈它15分鐘 你會看到雞腿筋縮起來 就代表它已經差不多熟了 這個時間就反轉它 再屈多15分鐘 之後就看看它究竟出來的生熟程度 然後決定究竟需不需要再烹調多一點 2 2 3 4 5 4 5